虚哥你拿你的手机给我打个电话吗 我打我我三个月申请那个失业金补助了 昨天看到什么通过了 但是我没查到钱 我就打个员工客服去看一下钱到哪里去了 我那社保不是停了吗 就我没去上班之后就停了 是哪个电话吗 我帮你打过去 12333 12333 看一下钱是怎么拿的 他上能补我多少钱 现在4点半了 应该还没上班哦 没那么快 一般公务员是5点半下班 我是广州的 你好 我就是在那个11月30号 就申请那个补助金嘛 现在那个钱到哪里啊 我没查到啊 请问你在佛山哪个区参保事业的 我是广州的 你现在打进佛山这边了 麻烦你要打02012333 要把广州的电话进行继续的 您您那可以帮我自己走过去吗 老师因为不同城市的右线没有转进功能了 哦好吧前面扎020就可以了是吧 对 哦好好谢谢哦 不客气还有其他房产 哦没有了没有了 好 你自己打的银 你就骂人家傻狗 这是你拨的电话 明明是你拨的 还叫我 笑死了 我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 天啊 没有员工服务吗 他这个没有员工服务耶 就这个找到了 太难打了 你好 请问什么可以帮您的 哎哎你好我是要查询那个失业补助金的 呃就是我看到资料审核通过了 我那个钱是发在哪里去的 我没找到呀 他审核通过的话有显示那个领取时间是几月份开始吗 没有啊就就收到一条短信说已经审核通过就叫我登录那个网站 然后进你网站里面的话也没看到什么呀就是不知道在哪里找啊 那您申请的时候当时候有填写那个领取账户吗 就是公司那一边是默认的我就是单位是默认的我 我填的就是我银行卡呀但是我银行卡里面没有钱啊我查了呀 这个正常要看您那个领取的一个时间是几月份开始的 如果您那个领取时间是一月份开始的话呢 需要留意到这个月的10号 包含10号当天 的话呢会再收到情况反馈 20个工作日内这几年期 那需要帮您登记吗 如果说您不需要我们登记 您可以尝试提供身份证 去社保经办机构现场查询 您要查询的话去社保业务的经办机构 或者我们这边帮您记录的情况之后 您等职能部门的回复 这边是查不到那个方法情况的 所以需要帮您登记了之后 要由职能部门去查 我认可一个社保机构都可以 广州室内任意一个区的都可以 好 还有其他问题吗 目前暂时没有了 先来点再见 就现在你走了没有 我懂了 我懂了 他的意思是 我是立即把钱发到你 你以为你今天申请通过了 然后明天有钱到找 没有 已经通过了7天了 通过7天 它是按照一个时间点 就跟发工资一样 每个月按时进行之后 还要需要点时间 整个通过了 跟我们每个月发工资一样 我要发工资给你 那这样吧 明天我们去社保局去查一下 是吧 可以吗 明社保局查 能查得到 他也是给你一个回复 说通过了 究竟什么时候发 我还以为今天可以拿到钱 现在钱都没有 没那么快的 你记得我们当时申请 那个 呃 那个人所得税 那个退款 也不是说马上给你 但是你最起码说 呃 在这个公众号里面 平台里面 申请 你可以看得到这个进度嘛 他现在 呃 工作号里面的进度已经结束了 看不到了 一会儿一个进程了 我们发放这些是没有显示了 我这边是没有显示 看不到了 你昨天 我也叫你登录那个网站吗 你看到了啥 没有吧 嗯 他就是发了一条短信过来 要我登录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网站进去 登录之后什么都没看到 华欣呢 是你的保险 我现在是着急用钱 刚才就跟客服交流了一番嘛 这个十月补助金呢 呃 应该是根据这个国家发放 那个每个月15号发送的 到时候我再去这个社保局去查询一下 呃 因为我是11月份30号 就已经审核通过了嘛 这笔账话一直都没查到嘛 我也是第一次申请 以前从来都没使用过 呃 因为看到刷抖音 不是很多人失业了吗 就可以去领取这个失业金嘛 嗯 应该是有三个月吧 因为我买了社保有一年多一点 现在就是暂停了这个社保 到时候经济 或者说找到稳定的工作的话 到时候还是要把这个社保续上来的 嗯 这个社保 嗯 每个月是扣 之前在那个公司是扣这个 400块钱 现在今年啊 这个社保的变动的一个幅度太大了 嗯 有时候是1700 有时候就 1400 1500 这样子 然后是公司单位的话 就 呃 付70%嘛 然后 自己掏30% 然后 是这样子的 如果说自己去 个人去买的话 就全付 就1000来块钱 买这个社保 还是蛮贵的 就划不来 嗯 突然就觉得这个失业金 买这个社保还是蛮好的 在你关键的时候呢 还可就你一把 有这个最低 应该是这最低 就是广州的这个最低工资这个发放嘛 这个要求就大概是2000块钱左右 嗯 就是在网上去查一下嘛 这个他说 应该是有三个月 然后你买的越多 就是你买社保时间越久 他这个补助的话 时间稍微长一点 很期待到时候明天要先去查上 然后到15号再去看一下 抢到账了没有 今天已经7号了 嗯 好了 那今天呢 先分享到这了 再见